线盒里边有几根线 原来有两根线是控制厨房的灯开关 以前只接了灯的开关 除了开关线还有插座线 房主的意思想把插座接起来 结果没成功 请听房主怎么说的 原来就光接上厨房灯 先用着 别的地方都没接 然后前两天 我找个电工 然后挑三次找 然后屋檐直接上来 他一跳过我们是整洞楼都跳的 然后卡上去又跳 卡上去又跳 连去跳三次 所以屋檐就找出来了 听房主这么一说 搞得我心里有点小紧张 这几根线 看着挺简单 一目了然 零线火线地线 开关控制线 所以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接的 为什么一接一用 就直接跳楼下的整个洞楼的重招 难道这个零线不是零线吗 火线不是火线 还有这个地线 黄绿双色线 难道它不是地线吗 这里还有一个黄线 我认为这个黄线是灯的控制线 就是控制灯的开关线 按照原理说这个好接 但是我现在真不敢接 测一下 用电笔测 火线是带电的 地线不带电 黄线带电 有可能是感应电 这个红光不那么亮 蓝线不带电 普通电笔来测 火线是带电的 这个黄线不带电 然后地线零线不带电 弯印表测一下 火线与蓝线 电压220V 这是正常的 红线与地线 220V 这也是正常的 红线与黄线 电压很小 按照常理说 如果接着灯 它应该有一个电压 把红黑表笔倒一下 再测电压 有了 200多V 不到220V 黑把表笔正飞一倒 它居然能测出电压来 再测 这个电压会慢慢变小 这种现象我还没注意过 我还得再测一下 现在是红线有电的 然后拉掉灯电路的总长 回头我再测这个火线没电了 当然测电压也都没了 测到这里我还是没有把握 我得看一下它这个灯 灯的接线 因为电路看着挺简单 但居然它们接错了三次 跳了三次掌 所以说我很小心 灯的控制线是这个黄线 这个可以确定错不了 因为房主说 它的灯是一直正常开关 能亮的 所以我还是要测一下 地线与地线是通的 确定地线是地线 灵线是灵线 然后火线是火线 而且它们之间没有问题 我感觉我有得小心过头了 原来给你接下那个电工 是电工吗 我婆婆在市场上找的 不一定是很专业的电工 我试一下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就你说的我都不敢弄了 没事 我测出来没问题 但是我不敢碰 其实这个电路线没错 线没错啊 我们以为它当时弄线的时候弄错了 其实我也以为弄错了 测完以后还是没问题 我给你接起来 原来的师傅很可能把那个地线 接到这个地线上了 其实这是个跨接线 是个火线的跨接线 所以火线和地线连接 会跳整栋楼的电闸 这是接好以后的电路 就是按正常接就行 火接火连接零地接地 通过开关出来控制线控制灯 也只能说原来接线的师傅 没搞懂这个跨接线怎么接 把我搞得很紧张 我以为是电路不好 这样开灯 灯正常亮正常关 插上电器 一切都正常 现接错了也会跳楼电保护器 这样是没问题的 好了 没想到大老远跑过来 就接个开关插桌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工人说走到这个门口会被电一下 推着小车进去拉东西 偶尔会马首 就推着车靠近这个门口 有这种感觉 别人走这里也没问题 他推着小车就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去看一下冷库里边有什么东西 现在室外气温三四多度 哇 里面可凉了 里面有风机 地上全是水 这几个支架是固定在地上的 风机没运行 我这想是不是风机漏电 导致地面带电 它这是水泥地面 上面全是水 水是导电的 顺着水往外流 一直流到门口 工人推着车 走到门口 然后就会马首 说这些都是我胡才乱想的 没有证据 看一下它的自冷机的控制箱 拉掉电闸 测量 看有没有电 这些都没细合 下面怎么带电 配电箱也带电 侧哪这个电比都亮红灯 这到处漏电呢 奇怪的是 红灯一会亮一会不亮 这是什么情况呢 所以我就很纳闷 这个电从哪来的呢 这得往下看 是因为我的腿碰到这个电线了吗 电线的外皮都带感应电 它这个环境有点潮湿 是电线外皮的感应电 我碰到了电线 线的问题 线的问题 嗯 这也线的好 那个线光换了 那个配色的线都跟 这线都是一块的 这我一碰到这个线 身体碰到这个线 我这两脑都漏 那墙也漏 所以说是我 这个线对我 通过我对这个墙放电 但是你看它漏电 摸起来没事 摸起来没事 嗯 光有感应电 它这个感应电 我给啥这个 嗯 现在在 现在在测零线都不带电 火线带电 这是正常的 现在在测都好 我们测一下这个风机 刚才测没测忘了 那忘了别 刚才测了一遍了 这些压缩机风机都不漏电 还有一路 忘了测了 另外这里还有三根划霜的线 也就是说里面接的加热管 我要测一下这三个线有没有问题 所以剪断它们的零线 测漏电 三根火线 是漏电的 也就是说它里面划霜的这三路加热管 是漏电的 接触器细盒一划霜 里面就会漏电 其他的风机压缩机都没问题 运行正常 到底漏电多严重呢 就给它做一个地线 测一下 这是他们刚做的一个接地体 连了一根地线 连到侧间里 地线的另一头固定在这个架子上 以前漏电它会顺着这个架子流入大地 现在再看看 通过这个地线流入大地的电流是多少 去送上电试试 给地线上加一块前行电流表 然后在那边启动划霜 同时我用电笔测量这个线头 好了 看电流 两按多 然后地线上带电 压缩机架子上也带电 挺严重的 它这个漏电电流三按多 这么高的电流 为什么漏电没跳呢 是因为它没有漏电 所以还得装漏电保护器 在它附近再打一个接地铁 一米多长的钢筋 直接打到地下 我这个做接地也不是正规的做法 忘了倒盐了 加点盐 把铜丝拧紧了 松了容易续节氧化 然后胶带多缠几圈 这一头和这个地线连在一起 打开划霜 再看这个电流 4.5安 很少见漏电电流那么大的 这个电流会跑电标的 关键是这个漏电很危险呀 所以必须修那个划霜 所以我开头说的那段话 没有胡说八道 使地上的水导电电燃 再看这个电流会 感谢观看